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十而立 大漠戈壁 神州起航 三十载披荆斩棘 无数航天人让神州飞船问顶苍穹 那么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呢 我们是机械不擎 零白岛 为了争取时间 三十载风雨兼程 铸就华彰 三十年载人航天书写太空新高度 《创新北京》特别节目 《载人航天》三十年正在播出 用心记录世界 点亮智慧人生 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 即时科教频道 全国的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创新北京》 我是主持人秦素 今天是我们《创新北京》栏目 第一次与全国七亿观众见面 我们的节目是一档 关注科学技术创意 创造 创新的科技类 周波栏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将与您共同来关注 向中国航天这样的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进展 同时我们也将关注 5G 人工智能这样的 前沿科技的足迹 今天我们首次要关注的是 就在前几天 2022年的9月17日 经过了五个小时的出舱行走 中国航天员陈东和蔡旭哲 成功地返回到了问天实验舱 再一次创造了中国载人航天的 历史性的瞬间 而就在本周三的9月21号 对于中国航天来说 也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立项30周年 在整整30年前的1992年9月21日 党中央国务院宣布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实施 在过去的30年里 中国载人航天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创造了一个一个令人惊叹的历史 而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 他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创业者 可以说他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是怎样出发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本期嘉宾 原总装备部 司令部 921工程指挥部主任王同申 我们一起来聆听 他与中国载人航天的故事 王主任您好 您好 您好 非常欢迎您能够来到我们节目 首先我们有请您就座 我们非常欢迎王主任 能够做客我们的创新北京 也先请您跟我们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几天是9月21日 我想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们要对您表示祝贺和致敬 因为您参与到了我们921工程当中 我们首先想问问您 当每年921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 在您心里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觉 是的 今年又是我们航天载人工程 30周年纪念 作为一个入伍43年的老兵 我一直从事着国防工程建设 我航天载人工程建设 所以我的心情是更加的欣慰 高兴激动和自豪 我和我的战友 历史五年时间建设成了现代化的航天载人发射港 谢谢观众看到今天我们的桌子上有两本影集 其实翻开来看 这也是过往的30年过程当中 很多您个人与中国载人航天重合和难忘的瞬间 我们首先想问问您您是什么时候确认自己成为921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当中正式议员呢 我们特种工程技术安装总队最早是1962年成立的 1962年 对那时候是为了两代一星 极客原子弹的爆炸的差价 就是我们这个部队建设的 所以后来呢 两代一星工程 太阳卫星发射中心 西厂卫星发射中心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后来建成的海来卫星发射中心 都是我们这个部队建设的 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建设我们国家的国防工程和航天发射政绩的建设 我们接到命令是94年 94年在总装备部司令部直接下达了我们海装总队建设中国九泉卫星发射机机载人航天工程的项目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载人发射场 哪些部分是当年任务里要求您建设的 我们海装总队主要承担的是发射政绩的三个大项目 一个是发射他的杆种 第二个是垂直厂房类的金属结构杆种 那么第三个就是长1.45公里的转用轨道的整个基础设施和轨道的安装 发射它下面还有一个成的一个导流槽 一个庞大的土建工程 今天我们看到的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航天发射场 已经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发射场了 它成功地承担了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发射的历次的任务 而回到30年前它其实也是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起点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当中的第一步 把航天员成功地送入到太空 航天三步走中的第一步即发射无人和载人飞船 验证航天员天地往返 1999年11月 神舟一号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飞船绕飞地球14圈后 返回舱在预定区域成功着陆 在此后三年间神舟二号 三号 四号接连在九泉升空 验证了陆海基航天测控网 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的空间生命科学 空间材料等实验 2003年秋 神舟五号飞船 载着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立伟 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再次出征太空 让中国成为继苏美后第三个 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 几乎我们所有的发射场的建设您都经历过 那当初为什么把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射场选择在九泉呢 我们把这个叫做区位因素 第一个 人员稀少 有建立禁区的可能 第二个 即使平台开阔 即使结构稳静 良好的气候桥前 良好的水质桥前 所以从载人航天发射的角度来说 九泉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但是对于人居和开展工作而言 在我们的印象里 茫茫戈壁这个工作环境是非常艰苦的 当您第一次去到九泉 当时您看到的是什么场景 当时是被茫茫一片 什么都没有 一根草都没有 走着走着突然一股洋杀过来 所以这个工作生活都带了很大的压力 喝西饭的话一碗粥 只能喝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要倒叫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沙子啊 不可能在工具界这么大的饭囊 吃饭都是在我肠外 晚上睡觉 那早上起来那两个耳朵的 包括这个眼睛这个框里面都是沙子 我们起来以后都摇摇头摇摇 现在动动耳朵 我刚才在您的影集当中翻到一张照片好了 这应该是当时您在戈壁摊上工作时的场景 我想这张照片也就证明了当时的工作环境真是可能随时会跟大风沙不期而遇 你看我的耳朵都是用纸把它睡起来 从您的表情上来看 这个鼻子是微微有点皱起的 好像随时在准备着抵御过来的这个风沙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的部队来到这儿 先别说建造我们的在山航天工程了 首先要解决的是住在那儿 是啊 这一张就是我们整个部队住的环境 这个颜色跟周围的戈壁摊简直融为了一体 这是我们就所谓的整个营地的大门 大门两边是我们国防科工委 当时党委是为我们开装总统的作风 起了两句话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带动 通过照片感受到了刚去酒泉时候 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以及自然条件 这对我们工程的开展 不会产生一些挑战和不利的因素吗 因为我们钢结构是要较装的高空作业 在大风桥前下对轿车的稳静性 钢结构的稳静 人员的安全都起出了挑战 我们有专门的安全员在观察整个环境 发现有这种情况的时候 会及时地阻止施工 这对我们的工期也起出了很高的要求 压力很大 有工期还有自然条件的挑战 但是我们的第一代载人航天工程的建设者们 可以说他们应对了这样的挑战 并且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也创造了很多国内的记录 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 载人航天发射场 在发射架下 其实有一个巨大的导流槽 当初那个年代 这个导流槽 是我国所有发射场当中 规模最大的一个导流槽 那到底它有多大呢 我们创新北京的记者赵鹏曾经实地进去观察过 我们一起来通过小片 走进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载人航天发射场 火箭架下的导流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我们的发射架的东边 就在我的右手方向 可以看到一个黑黑的 非常深邃的一个大洞 这就是我们的导流槽了 长征玉的火箭 它的尾焰 通过这东西两个导流槽之后 向着东边和西边的天空 是喷射出去 快速地将烈焰的热量导流出去 就在导流槽之内 还有大量的水 这些水也起到了降温和降噪的作用 这个台阶 如果一旦下面需要有一些故障排除 要维修的话 人就可以通过脚底下这个台阶下去 很深 它非常非常的大 感觉就像在一个大礼堂里一样 有点像在电影院里的感觉 实地走访的时候 可能走这楼梯都会呼吃带船 消耗体能很大 想见当年要建设它 我们要付出多大的艰辛 导流槽建设呢 就是我们土方开挖的机长 我们当时起了一个口号 大概一杯签 拿下导流槽 这个是当时正好我在导流槽上面 开了导流槽港开挖的那个场景 那么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呢 我们是机械不停 零白岛 为了挣出时间 那当时机械也是要人操作的 是啊 所以大家也得三班岛或者几班岛的方式 来满足24小时都施工的 我们当时负责机械开挖的机械连的连长 叫赵汝林 他很辛苦啊 他可不是一般一般岛啊 他几乎昼夜坚持在攻击上 还有我们的一个营长 叫冰光丽 他是严重的腰椎间牌突出 而且严重的时候就不能动 他拿了一张席子铺在导流槽的边上 躺在那里作证指挥 这么拼命的干 就是为了时间那句标语 拼命一百天 拿下导流槽 接下来马上要转战 就是来进行垂直总装厂房 钢结构的建设 其实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骄傲地告诉大家的是 曾经我们的这样一个垂直总装厂房 也创造了一项记录 它的大门当初是亚洲第一门 为什么它会被称为亚洲第一门呢 这个大门呢75米高 六十二算一个门 两个大门 那么每十二是五十多栋 一个门就将近三百多栋 它的高度是75米 这对我们测量 安装都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挑战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门的要求精度高 要保证它密封 咱们知道场外的桥线是风沙大 微信在里面测试的时候 你必须要求一个捷径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个大门要求咱们可想而知 这个门交上高空以后 你不可能拿池子上去量啊 在门上害了几个测量点以后 就保证了它的精度 这个是我们人在现场想到的 所以是为什么亚洲最大门 在亚洲确实没这么高的门 而且这么重的门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洲第一门 不但是高度最高 重量最重 其实它要求的施工精度还非常多 那回顾一下 在我们载然航天发射场建设的 这几个关键部件 您觉得哪一个部分是施工难度最大的 厂房里面的十倍暗状 当时是11月份 天气零下已经快十多多二十度了 厂外拼装完以后 再拉到厂里面安装 而且安装的桥前不具备 行轿还没开通 就设计了一套配件箱 把那个副轿启动了 厂房内的那个设备安装 也是很复杂的 咱们现在在外边开不着 但可以设计 相当于两个发射塌的点 所以这工作量也是很大的 所以就他们三个月时间 把它抢下来 三十年后 正是由于我们的垂直总装厂房 有两个工位 使得今天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的载人航天发射 可以有备份发射 可以快速返回 随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在我们的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载人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中国的航天员正式进入到了太空 他们一次次在太空当中的任务 其实都在完成着中国载人航天的关键技术验证 载人航天三步走中的第二步 是继续突破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 多人多天飞行 航天员出舱在太空行走 以及飞船与空间舱的交汇对接 2005年10月神舟六号 搭载费军龙涅海胜两名航天员 首次成功进行了 多人多天太空飞行试验 标志着开启了三步走发展战略 第二步征程 在接下来的14年中 中国相继发射了神舟七九十十一载人飞船 以及天宫一号二号空间实验舱 2017年 搭载天舟一号的长征七号摇二运载火箭 在海南文昌卫星发射场点火升空 至此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 第二步宣告完成 我们的航天员们 其实在太空当中的 完成的任务动作越来越多了 背后离不开 他们在地面的训练 在北京航天城 其实有着我们的航天员的训练基地 而在这其中有一个失重水槽 这是帮助航天员们 来在地面进行非重力环境的 模拟的这样一个装置 您本人也是参与到了 这个失重水槽的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看起来好像 这就是一个容积比较大的一个水池 但实际上它的建设 有什么我们不为人知的难度呢 当时99年 我已经叫到航天城 921工程指挥部当主任 正好在协调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一块组台去俄罗斯 星城财观 他们叫星城 和咱们的航天城的性质一样了 这就是他们的水槽 普通的人一看来就是一个大游泳池 还是我们的要求比较高 必须要30年以上的寿命 而且我们这个水槽周围 全部是用一公分后的不锈钢 焊点成的 保障它的水质嘛 但预航员的水质要求很高 包括在塞峡工程 都考察了他们那个出水的那个 那个熔道 他们也用了不锈钢 他们呢为了保持造价呢 在钢板上加一层薄薄的不锈钢 来降低造价 但是我们也想用这个方案 但是考虑到它的寿命 为了它的质量 为了预航员的安全 我保证水质 我们还是采取了最保险的办法 而且这个不锈钢的型号 也是比较高的 等于把空间再建到水槽的中间 然后预航员他穿戴的这个设施呢 正好和失重环境下是一样 过去咱们这种失重煤水槽 是用飞机 这么弧行飞行 在这种失重环境下 来搞这种失重训练 这种训练的成本和造价 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巨大的失重水槽 它已经训练了我国的 第一批航天员 第二批航天员 而目前呢 我们的第二批航天员 和第三批航天员 也逐渐要成为 中国空间站建设的主力了 他们在中国空间站建设的阶段 完成了很多关键技术的实验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中国载人航天 很关键的第三步 中国空间站的建设 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随着长征五号B摇二运载火箭 搭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在海南门昌航天发射场顺利升空 拉开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 第三步空间站建设的序幕 第三步既建立永久性的空间实验室 航天员和科学家 可以来往于地球与空间站 进行规模较大的空间科学实验 此后先后发射了天舟二号 神舟十二号 天舟三号 神舟十三号 天舟四号 神舟十四号 问天实验舱 今年年底 以天河核心舱 问天 梦天实验舱为主体的中国空间站 将完全建成 这也标志着 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 第三步的结束 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当初我们从无到有地建设了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航天发射场 而现在呢 我们又有了另一个现代化的发射场 文昌发射场 您最近一次再次回到您曾经建设过的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航天发射场 是什么时候 九九年离开 再没去过 就海兰我去过 退休以后 我非常渴望再看看我们新的发射场 去了以后感到确实震撼 我们的火箭直径到了五米 我们在九泉卫星发射的火箭呢 直径3.35米 而且我们海兰的助推火箭也达到了3.4米左右 这就是大推力 第一次回mind 三次回想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圆 您能 tien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视机型的各位观众 您可以扫描我们电视屏幕上的二维码 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 我们的节目将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同步播出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北京科技创新人物展播 这里是清晨六点的北京农学院家属楼 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李华教授 即将开始今天的基层调研 三十八年来 它走遍了北京市所有乡镇和一千六百多个村子 人称首都郊区活地图 今天上午 它的行程是从昌平赶到平谷桃花海 为那里的农民做休闲农业创新建设培训 大家好 我是北京农学院李华 也是北京市科学时代 同校 叫农学院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商的学习 整合杨栗营镇的 具体的蔬菜资源 就是想打饼盘做电商 对对对 营业的问题 除了要从本身考虑之外 更多的是要跨界的思维 用农业外部的思维 来看待农业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包括我们的 互联网的有些技术 用高新技术 来改造传统农业 用这个智能化 来解决这个农村发展的问题 下午1点 李华一星人又马不神皮 刚往了平谷区养风协会 这里养风协会的负责人 赵丽梅 正在为蜂蜜直播 带来的巨大需求量 去年我们帮了他做 休闲农业新级园区的平定 五星级的 对不对 教授 你好你好 怎么样呢 最近销售 最近在直播呢 直播了又连着播了 有一个多月了 快过还不错 就每天播每天播 然后呢 就是用这个沙网 然后把它全围起来了 要不然的话 他肯定就是说 这个风肯定会过来嘛 又为了追求场景的正式性 然后就没办法 所以就在这个位置做任何生活 如果小孩吃9号 小孩吃1号 开了开了宝贝 兼典关注 将来你要随着扩大规模 最后你自己企业 就制定了那个标准 不要起标是吧 对 起标 之前我只是门头 在做自己的事 可能有点闭门造车 那样的一个感觉 跟李教授人 已经四年了吧 就是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些 对我觉得好像突然之间 有一种开放的感觉 就是大门敞开了 然后听到了很多 这种新的概念 新的理念在里面 然后我就反复地找他 他就会每次 都会详细地做一些辅导 所以我觉得是 他跟我们园区 整个的有一个 找了一个把我这领散的点 给我拎起来了 李华不仅帮助园区 申报了北京市科普基地 还鼓励赵丽梅 报考研究生学习深造 成为三农发展的 优秀人才储备 像平股区养风协会 这样获得里华指导的 基地园区不在少数 这些年来 里华指导了北京市 50多个农村科普示范基地 现代农业科技园区 新农村建设试点村 农民科学素质提高试点村等 为北京的县乡村 制定和撰写了 各类规划和项目 达100多份 接受培训的农民 达到5万余人 在成果转化创新方面 它也是硕果累累 多个项目获得北京市科学 颁发的金桥工程奖 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乡村振兴 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提升农业产业发展 提高这个农民科学素质 那是我们这个 作为农业院校的老师的 一个使命 从昌平到平谷 再到顺义 像这样 一天跑几个地方做调研 对李华来说 是工作的常态 作为北京市科学 九大十大委员 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 李华从身先士卒下基层 用技术服务三农 到传播知识抓教育 用人才支撑三农 他一直走在路上 9月20号 以科技赋能协同发展为主题的 金经济科学深化合作对话会 即北京市科学 与延庆区政府全面合作启动会 在北京市延庆区成功举办 会议重点围绕 金经济三地科学深入合作 共化金章融合发展 共谋延庆最美冬奥城建设 是三地科学和延庆区 贯彻落实中央 金经济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下一个北京市科学将按照 鲁重国化 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原则 推动三地科学 携手处理金经济协同发展 迈向更高的水平 会上 金经济科学签署了 金经济科学深化合作备忘录2023 共同启动金经济公民科学素质 网络大赛 三地科学将发挥各自 区位组织和资源优势 联动发力 互助共享 以此为支点 进一步为金章深入合作 延庆区高质量发展 冬奥遗产保护与利用等 提供智力支撑和资源支持 同时北京市科协与延庆区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挂牌成立延庆区院士专家服务中心 和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站 双方将进行在产业创新 乡村振兴科股服务 全与利用的方面 明确合作方向 完善工作机制 这也将给延庆的创新发展 注入原则模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金勇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何朝东 分别以碳中和与创新发展机遇 经经济协同发展 回顾与展望为题 做主旨报告